欢迎来到MOTV新闻频道,我是裴兰英,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,胡瓜怎么了? 罕见哭道不能自己,佩真跟着哭,背后原因令人鼻酸。 胡瓜7月29日主持十方企能中心募款餐会,担任荣誉校长近30年的胡瓜,每次公益活动都全力以赴, 当晚募款餐会席开155桌,爆满的桌数以及捐款来宾的热情,让来力挺公益活动的佩真、曹雅文、杜新田、李子森、叶星梅、赖慧如、郭忠祐、胡适安、林伯渝都感动不已,都直呼这真是好友哀的一个夜晚。 募款餐会上的义卖反应热烈,还有来参加的贵宾递上100万支票,透过主持人胡瓜要捐赠,让人大感暖心之外,募款金额原定800万元达标, 但在现场所有善心人士大力协助下,胡瓜率领艺人们看到募款金额高达1044万时,让胡瓜在舞台上难得落下男儿泪,情绪激动久久不能自己, 更让佩真、杜新田等女艺人都感动到哭成一团。 胡瓜说真的很久很久没这么感动,每一位善心人士的一员,都是这些孩子的希望。 胡瓜说,主持这么多年很少有哭到说不出话来时候,纵意天王真性情流露也让大家动容。 晚会时看到十方小朋友用驻行器一步步走上台表演,用自己的力量展现才艺参与募款,让现场所有人看到在十方的孩子进步与成长。 胡瓜特别提到这次晚会的善款,将用于筹募附件治疗费用,设备太旧换新,编泼水涂保持等等,让生胀的孩子们更加安心安全,让人听了又一阵鼻酸。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,记得点赞,分享和关注,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